咖哩雞 打拋豬 還有蝦醬空心菜 連鎖餐飲集團瓦城 去年靠外帶外送 第四季營運回溫 雖然還是無法彌補上半年 虧損 稅後盡力只有一點六億元 EPS七點零四元 創下上櫃以來新低 但依然超額配發股力 瓦城董事會決議 每股配發現金股力四塊錢 而也首度配發股票 股力三點一五元 總共合計派力達七點一五元 配息看起來好像比較多 但是是把股數增加了 也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時候 EPS將會稀釋 公司其實這樣的用意 其實也是對未來的景氣 相對是比較看好的 那所以才是讓這個配息 那幾乎是去年一整年 所賺的這個錢 那幾乎都配出來 疫情下半場 不少餐飲股鼓底反彈 乾杯去年合併營收 再次衝破三十億大關 年增近一成 豆腐集團營收雖然稍稍下跌 但仍創歷史次高 EPS達六點六八元 不過西進的台資火鍋 卻表現慘淡 由台商創辦的 中國連鎖火鍋品牌 Jabu Jabu 受疫情影響 去年關閉超過兩成分店 出現上市以來首次虧損 金額達十三點四億台幣 董事長賀光綺表示 下半年要將品牌定位 重新調整 並重整組織架構再展店 另外知名越市連鎖火鍋撈王 雖然利潤也連年下滑 但仍要在香港二度申請IPO 餐飲股逆勢衝刺營運 就盼疫情別再來攪局 三一星宇蘇宇宇 李萌珊 台北報導